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受过革命教育 张永龄一直在革命 祖国 知识分子 这点是 这个同学很意思 他说他没有看过这个小说 可能从我们刚才那个阐释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好像原来跟一个干部乱搞男女关系被劳改了 后来又结过几次婚 女人要不断地结婚 不断地寻找家 然后他对张永龄的判断 也不管他是革命还是不革命 还是考虑他身体行和不行 身体行就是好男的 他就甘拜下坡 身体不行他就欺负他 但是这些他不一定是 对张贤亮来说 张贤亮其实他始终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理解女性 我的感觉 张贤亮是实行 公开的实行一夫多妻制的 这个 因为他呢 在开会 大家都看到他 都要问这个 他会说 哎他说你嫂子也来了 我们就要问哪一个嫂子 他就会跟你说是第几个嫂子来了 他是非常的 这种 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就是说 就是某种意义上说 他确实是中国作家中的这个 这个 某一方面的这种表率 某一方面的表率 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羞羞大大 大家都是这样一个 一谈起这种事情 都是很害羞的 都是 但是张贤亮是非常的坦 他非常的这样一个open 那么 所以他有他非常 可贵的一个方面 当然他有时候真的假的 你也搞不清楚 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他总而言之 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 这点就是 确实就是 黄香九好像始终不能够非历史化 男人总是历史化 所以女人始终不能够非历史化 这也证明呢 我去读解这个色界的时候 大家有兴趣 看我博客里面写的一篇小说 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色界 就是女人是和历史和政治无关的一种存在物 当然现在不能这么说 现在你们都考上大学 是吧 然后要走上工作岗位 要为党为人民工作奉献 那么但是呢 这个 我那个文章里面 我不知道我现在忘了 当时我看了另一部电影 一部美国还是在那个八十年代 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 叫《真眼》 这是一本小说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 非常有名 这个时间关系 否则那个电影是非常非常精彩 是当时这个发行量非常大的电影 那么我就举例一个细节 就是英国军情六处啊 他做了一个调查 就二战期间 所有这个女间谍 派出这个女间谍 去反水的女间谍 都被对方反过去了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女人她是为了爱情 她是为了爱情 她不管你背后什么国家 什么任务 她为了爱情 因为《真眼》她就是 她爱上那个德国那个 德国间谍 最后她要举枪 要把她打死的时候 她就想起了那个德国间谍 给她的那么多的爱 因为她的老公是一个 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在他们新婚的那天呢 汽车呢 出生发生车祸 她的丈夫腿就断了 腿就断了 就缺乏 也跟张又龙一样 这个能力就没有了 那么但是这个女的还年轻啊 是吧 然后她在海滩上救了一个德国的间谍 跟德国的间谍 躲在那个屋子里发生一种关系 那么在关键的时候 她发现她是间谍 她要拿枪打死她的时候 她突然间她忧郁了 结果这个间谍跑了 但是后来还是被抓住了 另一回事情 那么这一点就是 呃 女人她是和 她是不能够很难被历史化 很难被政治化的 我不知道 我这样下判断 在做这么多女同学 这个 我这样判断对不对 但好在现在女同学都选择 学中文是吧 学文学是吧 文学她也是很难被历史化 很难被完全的政治化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看法 她很难被完全规训 啊 那么 王猛的作品非常多了啊 这个大家会知道 她当时叫做《急速炸弹》啊 有六 六枚炸弹在 一九这样一个 这就是 文革后 刚刚在斯特曼之后 那么王猛我们在前面 没介绍过 在五十年代写过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论》 是吧 那么 《粉碎斯特曼》之后呢 她 从新疆回到了北京 那么 连续发表了很多的作品 在当时王猛是最有 旺盛的创造力的 这里我都列出了 她当时发表作品的时间和刊物 我觉得呢 王猛的作品呢 在这时期呢 这个 可以看到文革后 她 其实一开始呢 这种在伊犁和新大陆人呢 她是表现了一种很乐观的 正面乐观的情绪 王猛的作品有很强的这种 抒情性 有一种 激情四溢的这种感受 大家可以看到她十九岁的时候 写的青春万岁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激情 那么 像这一类的作品 像最宝贵的《悠悠春草星》 那么《夜的眼》 《春之深》 《布里海的梦蝴蝶》 那么这些作品呢 我觉得王猛呢 她没有去书写历史的合理化 她也没有去表现口难中 那种忠诚 其实当时大部分的作品 都是为了去表现老干部 和知识分子的忠诚 是吧 那我前面提到的 你最典型的那些话剧 《淤雾深处》 这个《枫叶红冷》的时候 她都是表现老干部 这样一个忠诚 是吧 革命青年的那种 四五精神 在那样的困难时期 还是对周总理 周总理是代表了党 代表了党的正确的一面 是吧 那种忠诚 那么 崇维希的大强文学也是 身在大强里 但是对党的正确性 对党的伟大始终不遇 但是王猛的表现 其实并不是尚恨委屈的 这种 我称之为修复历史 修复主体的 这样一个 一种 这样一种 主导的一种趋向 其实王猛在 这个时候 他呢 反倒是延续了他 五十年代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那种对官僚主义 对现实的一种 怀疑和批判精神 这点是 王猛和当时的 山寒文学都一样的 所以你发现 王猛被作为山寒文学 归来的 右派 最突出的代表 但是他和这些右派 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张弦亮 他还是去欧哥 试图去欧哥 这样一个历史的创伤 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这种 这种灾难 但是知识分子 依然是忠诚信念 是吧 独自本论 然后 抢救国家财产 然后成就唯一一个 真正的男子汉 然后继续走在 大指引的道路上 但是王猛不是这样 王猛呢 却是 去关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 去表达文革后 依然存在的 当权者与人民的界限问题 这个是王猛上次 在我们北大做的讲演 这个就是 9月25号 是吧 9月25号 大家还记得吗 转眼都快过去两个月了 是吧 他是1934年 10月15号出生的 那么 悠悠寸草心呢 最早注意到 付出后的老干部 是否能为人民 谋利益的问题 这点你可以看到 往往和当时 崇维希那些人的作品 是不一样的 他写出了这种 唐九远呢 对领导生活的热心 与对平反冤案的冷漠 不过是 众多的老干部 付出后的写照 其实当时 这种特权 走后门 是吧 老干部付出之后 为子女谋利益 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那个时候 干部子弟 你只要说是高干子弟 那所到之处 都是开绿灯 因为那个时候 所有的东西 都是控制的 是吧 你要买什么东西 都得批条子 谁才有权批条子的 干部 官越大 批的条子 越大 大家会知道 那个时候 电视机都要评票 大家会知道吧 那买一台电视机 要组织一个代表团 是吧 然后到什么地方去买 然后这个 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给电视机呢 做一个那个木柜子 是吧 放在那里面 然后有专门保护馆 用锁起来 每天晚上 到了一定的时间 开起来 让大家看一下 那么 谁能够批条子呢 就是这些老干部 那么 当时这种特权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王猛对官僚主义 采取怀疑的态度 对那些革命年代的人们 被政治愚弄的失智 他也看得相当清楚 秘误不是某些人造成的 而是在历史事件 表象掩盖下的 人的本性 所以我觉得王猛 那个时候的一些反思 他是非常的透彻 当然 他是看透了这一点 但是他的表现 显得眼花缭乱 所以当时他用了 意识流的这些手法 他故意这么说 又那么说 好像是变真法 那么叶的眼 是讲述一个到北京参加文学作品 讨论会的作家 曾搞的这样一个经历 然后在公共汽车上 几张公共汽车 听着公共汽车上的轮 谈这个羊腿和民主 当时北京这个王猛 其实刚刚从新疆流氓地回到了北京 然后那个时候北京在很热烈的讨论民主 当然其实王猛在当时 应该说还是 伊朗是心有余悸 是吧 这个 当时中国的那种政治 还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那么中国这个社会 到底会往哪里走 是完全不清楚的 所以在我们这样一种历史当中 金山大是一个人的历史 是吧 毛泽东他代表了一个时代 那到戴小平 如果说不是戴小平 中国完全不是这样的 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所以很多人会说 那 不是戴小平 是四人帮当政 他也得搞生产 也得搞什么 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未必 是吧 我觉得这个 戴小平是一个伟大的人 我觉得只有他 才这么果敢 这么坚决 这么彻底 是吧 所以但是呢 当时斗着很激烈 是吧 什么左派右派 斗得非常激烈 一会儿小道消息满天飞 那个时候北京是到处都有小道消息 北京呢爱谈政治 是吧 大家从外界到北京就觉得 出租车司机都跟政治局委员一样 是吧 他对中国人是 这个北京呢 中国人是他知道一半 北京人是他全知道 是吧 他是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王猛呢 就讲公共汽车上议论民主 那么他从新疆那边来的 好像觉得他是这样一个边缘的地区 赤独人民 知道人民叫什么 羊腿和民主 啊 那么他是有这么一种 一种想法 但是其实这个小说里面 他要表现的还是对特权阶级的 一种批判啊 是吧 当然这里面的意思呢 王猛呢 他 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时候的短篇小说 他写的 他是带有很混沌的这样一种特点的 他不是经典的这种西方浪漫主义的小说 他这个小说里面写到羊腿和民主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阶段 那么到底我们是应该要民主 还是应该要这样一个物质的生产 但是这二者羊腿和民主实在各不成一种关系 他自己说 如果说没有民主 到嘴的羊肉会被人叼走 是吧 但是没有羊腿呢 不能保证羊腿的民主 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是认为这样一个民主是要为发展物质生产服务 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困难服务 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 小时候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问题 是吧 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学的论文去讨论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在当时政治学论文是不能讨论这种问题的 所以总是通过文学来表现 但是对于王莽来说 这篇小说实际上它真正能够做一个小说能够成立的主题 以小说的方式可以表现的主题 是什么 就是一个冷漠的老干部 一个付出的老干部 冷漠的老干部 是吧 他是通过他的儿子的 这样一个特权阶级的形象表现出来 是吧 到他家里这个老干部不在 那么这个儿子 然后来显示出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大家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这个小说 其实你要把握它的主题 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飘忽不定 它有好多从寒意交接在一起 不是一个寒意 典型的浪漫派的小说 西方的小说 就是它一直冲过去 就是点到 就是点缺 最后点缺 把那个东西解释开来 是吧 那么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小说里面 他谈到了当时的民主 政治 政治的问题 就是到底要什么样的政治 民主和羊腿 那么你可以发现 他批判了这样一个老干部 特权阶级的老干部 跑到这样一个海滨去疗养了 是吧 然后老干部为了修他的 另一个老干部为了修他的 一辆汽车 还要坐汽车 然后叫他 另一个老干部去跟他批条子 通过特权阶级来解决他 反映的这样一种现实 但是 形象鲜明的出现的是一个青年 是一个老干部家的孩子 这个孩子显得吊儿郎当 显得完事不公 是吧 显得既是特权阶级 也显示出青年的一代的一种状态 这个青年的一代的形象 又和文革后 整个小说文学对青年的书写是相关的 在过程中在毛泽东时 青年是正确的 代表了革命的希望 朝气蓬勃 积极向上 但在普通斯德巴之后 这个青年形象都很糟 是吧 要不然是被斯德巴毒害 要不然就斯德巴的替身 所以那个时候叫三种人 都是大炸卡 红卫兵 那么这个形象都是受到质疑的 所以这些归来的右派 他对年轻一代是不信任的 所以他把年轻一代都是写成 那么这样一种 当然我们不能说 他这就是年轻一代的代表 他从王某的这个小说里面显现出来的 这种年轻的一代 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是吧 他们是寄生从事的生活 看见他的屋里 被子也没抖 是吧 然后还放着音乐 是吧 然后从床上刚刚爬起来 是吧 不知道搞什么会和他 还开舞会等等 堕落的 这么 糜烂的 自然阶级的生活 在这种特殊阶级所表现出来 当然 其实这篇小说整个说起来 是表现了一个作家的一种困惑 夜的眼 是吧 就在那样一个时期 如果说我们要去讨论这篇小说的话 确实在那一个时期 之后 那么 一个非常混沌的 复杂的 错乱的 没有方向的 中国的一种现实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小说又是非常令人惊叹 是吧 他在一篇短篇小说里面 他是以这种方式 来表现的一个中国的那种迷茫 政治方向的一种不明朗 啊 啊 那么 社会价值的一种混乱和导臭 啊 那么然后 旧有的 这种 利益关系的 利益集团的 他们的一种存在 和死灰富难 那么 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被称之为革命的 这样一种 遗产 革命的这样一种 呃 理念 他是以什么方式来存在 所以如果来看王蒙的 那么 整体的小说 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 隐藏了很深的 主题 也是王蒙自己 不一定说 他 很明确的在坚持的 我觉得只有去解决王蒙 头脑中的少共情节 我觉得他的小说很多东西才能够解开 少共啊 少年共产党 少共啊 是吧 少共 他是13岁 那么14岁入党 是吧 这个17岁就当团委副书记 是吧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少共 那么青春的 性格革命的 大家看他的这个 这个青春万岁 后来他写了很多了 季节之旅 那么很多呢 那种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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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